阿们 亲爱的姐妹,平安 我们高兴跟你一起做礼拜 高兴跟你一起过耶稣的生日趴 人们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和你的家 阿们 但愿圣诞节的祝福跟感动常常在我们中间传递 即使将近圣诞节我们对祝福,尤其是圣诞节的祝福 就觉得有骨暖流,流进我们的心头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跟感动 我们不会忘记在第一个圣诞夜里 当牧羊人在伯利恒之野地的时候 天使忽然向他们显现 对他们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里的 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握在马槽里 没有人这样的啦 但是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 然后牧羊人忽然听见轰轰巨响 从天上传来美丽的歌声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们 你收到这圣诞节的祝福了吗 阿们 来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第53章 对我来说以赛亚书第53章 这是一篇奇异又宝贵的圣经 以以赛亚这一个被圣灵感动的先知 极强烈的把耶和华的仆人 这一个以色列国所象征的角色把它个人化 原本旧约的先知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 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指的是以色列国 当时他们被侵占被掳掠到远地的地方去 然后以赛亚对他们发出这样的预言 说你们是我的圣徒 我要将万国的罪孽担在你们身上 你们乃是代替万国的罪 代替万国来承担他们的罪 并且当你们通过这一段受苦的年日 你们要被高举 他们也要因你们能够得福 应验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说万国要因你得福 阿们 以色列要成全上帝对亚伯拉罕 对以赛对雅各 这所有组长所给出的应许 并且要使他们成为万国得福的来源 然而 当以赛亚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文学 他所使用的笔调 把耶和华的圣徒个人化 以至于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几乎不能够逃避的就是把这段圣经跟基督耶稣相比对 事实上 假若 你看见上帝真的击打他 苦待他 好使万国得以蒙分得救 你就会明白更完美的解释 只能够指责基督耶稣 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 你就会发现 这不只在描述当时的以色列将要复活 并且被上帝高举 也在说基督耶稣要被送进坟墓 并且从死里要能够复活 阿们 有人说得好 五十三章 只能够单单指向一个人 就是加利利人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看 为什么他这样说 或者我们可以逐合的来了解 以色亚书第五十三章 首先 以色亦书第五十三章所描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 第一个出身卑微 第二节说 他像根出于干地 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他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圣诞节时我们看见 他降生在马房的马槽里 被围到你我都无法担当的地步 除了身上那一块象征圣灵保守的白布 他的身边没有一寸干净的地方 他出身贫骨 生在饥寒交付之中 他无家型美容 如果有人看起来俊美 那人一定不是耶稣 哥哥姐妹 你必须小心这件事 有一天耶稣会再来 会悄悄你家里的门 如果有人看来俊美 那人一定不是耶稣 相反 你如果看见一个人 衣衫蓝蓝 请求 在你的住处 稍微待会儿 跟你交交心 你要留意 你要小心 也许也许就是耶稣来拜堂你 第二个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就像基督耶稣一样 第三节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被人掩面不看的 看见他就想要转头 朋友姐妹 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也不尊重他 耶稣被他的兄弟藐视 他的弟弟们 拒绝承认耶稣是神圣的 是超越的 即使耶稣已经有了许多的门徒 跟在身边 他们觉得那一个人是假的 他表里不一 他从小跟我们长大 他哪里会是什么先知 他从小跟我们长大 他是君王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 耶稣被家乡的人藐视 他自己说 大凡先知 在本地 在本家 都不受欢迎 不受尊敬 耶稣被以色列人藐视 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物 你知道这句话 还是他后来的学生 在信他之前说 是什么说的 你就能够明白 他常经忧患 他多受痛 他被人藐视 被人厌弃 第三个 他为别人担当罪罚 他曾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 第四节这样说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了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了鞭伤 我们得医治 各位同姐妹 他却为你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为你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 他祷告流泪 汗如邪点 连连下停 当他走在往十字架的苦路上 他满身伤痛 罗马必定对待他 就像对待畜生一样 当他定在木头上的时候 他大声的哭喊着 一粒一粒 拉玛萨巴科大尼 意思是我的父 我的父 你为什么离奇 第四个 神使他成为 戴罪的羔羊 耶和华说 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五十三章第六节这样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说 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你得罪我吗 我扁他 你让我不高兴吗 我伤他 你让我丢脸吗 我害他 你有什么亏欠于我的吗 我都找他讨 我都找他要 这就是戴罪羔羊的意思不是吗 但是为了成全救恩的计划 上帝做了决定 而基督耶稣选择了顺服 便常了牺牲 他甘愿戴行 他被欺压的时候不开口 第七节这样描述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各位同姐妹 他曾经使瞎眼的得看见 叫瘸腿的能行走 阿们 他曾经遍水为酒叫风浪止息 甚至叫死人复活 阿们 他一并赶鬼行山鸡 在以色列境内都是有名的人物 阿们 然而 那位曾经吃炸风云的拉比 现在猫的跟一个软弱的小羊羔 没有两样 你发现了吗 为了主的荣耀 为了爱 他充满能力 但是为了一己之私 他什么都做不出来 并且最终 他教出了自己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 他选择默然不赢 第六节 我们来看 向罪犯而死 他因受欺压和审判而被夺去 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第八节就这样描述了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第十节接着说 耶和华却定义 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 第十节下半段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假如你的圣经 有少家注解 会发现这个地方 恐怕要用另外的翻译 翻译成 他把自己献上 当作赎罪祭 各位同姐妹 耶和华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 并且他献上自己 为赎罪祭 是的 他被当成了赎罪祭 或者说他以自己为赎罪祭 他挽回上帝的愤怒和咒诅 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各位同姐妹 他无罪受死 这是以色列国的写照 更是基督耶稣的写照 第九节说 他虽然畏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满 后面那个人还使他与恶人同满 是一个反对 是一个申诉 是一个抗议 怎么可以这样子 毫无瑕疵的羔羊 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是上主的化身 他就是上主 就这样 最最伟大的上帝 为了卑微如你如我 一般的罪人 死在最最羞耻的时刻 天啊 奇异的爱 何能如此 我主我神 尽为我死 第八 我们来看 他虽然戴罪而死 上帝却要尊重他 从哪里知道呢 第九节下半节说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我们哪里知道 他死的时候 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 上帝虽然激大 古代的自己的儿子 却为他预备了尊贵的坟墓 好象征 基督降杯 到底之后 就转为了高僧 耶稣被定死的那一天 到了晚上 因为是预备日 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雅利马太的约瑟 是个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上帝国的 他去见比拉多 求比拉多 将耶稣的身体赏赐给他 比拉多就这样做了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磐石中所凿出的坟墓来 又滚了一个石头 把坟墓的门给封住 各位同姐妹 与财主同葬 你发现了吗 连耶稣的埋葬 都有故事 都是预言 第九个 他受苦之后必定复活 就像以色列要复活一样 基督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第十节下半节说 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 他必延长自己的年日 Amen 他明明死了 却能看见永恒 他明明死了 却能看见自己的后裔 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的测世全能的神 永再父和平的君 Amen 他的生命延长延日 他的国度无尽无穷 第十个 因他耶和华的喜乐就满意了大地 十节下半节说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 亨通 第十一节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各位兄姐妹 他带来了全新的创造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人 凡是在基督耶稣里呢 都成了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 各位好朋友 你愿意这位基督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成为那位私理全新生命的救主吗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一下 我要为你祷告 天使要为你欢呼 阿们 举起你的手 表明你乐意将你的人生 交入在基督耶稣的手里 使你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全新的起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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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不好 我们为自己欢呼 为自己克彩 我们用掌声来回应 这位乐意为你我 使你我能够重生蒙恩 确定死在十架上的耶稣 将一切的荣耀 感谢赞美都归给他 阿们 阿们 众人 要因他的义得生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服 得成为义 第十一节的B 这样说 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 这是同时的 这位救主来认同了我们 然后走上十字架 不但代替我们 也是代表我们 在十字架上常复了罪灾 他又叫我们 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 接着洗礼 他曾经向我们写明 这个预表 并且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升上高天 并不是自己升上去 第十二节这样说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 阿们 菲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样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处于了奴服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他降飞的极致 然而 上帝向他升为至高 又是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因耶稣的名 吾不屈膝 吾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始荣耀归于上帝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已经担当了你我的罪 就是我们祷告上帝的时候 那良心的亏欠 既然他已经担当了 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 来寻求恩惠平安 寻求随时的帮助 阿们 尋求回归本心 尋求你生命之旅 再次出发的勇气 阿们 尋求超凡入圣 只看见永恒对你我的召唤 阿们 让这个圣诞节 在万世之光 照应你我心肠肺腑的关键时刻 就是此刻 就是现在 不要再等候另外一个时刻 他要向你的心说话 让我进来 我要与你同在 让我进来 我要与你同住 让我进来 我永远不再分开 让我进来 我要改换你的内在的生命 正如我改换你 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一样 各位东姐妹 你发现了吗 以赛亚主十三章的经文 提示了那么充分的证据 难道 我们还看不出来 他所指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当然可以 阿们 只是 以赛亚先知 与耶稣的年代并不相近 事实上 这是在耶稣降生之前 七百年 当时所写下来 很神奇 是吧 七百年前先知的预言 在七百年后 来了一位耶稣 他印证了这所有预言的每一个细节 很神奇 对吧 但是最神奇的 并不是这个故事能够吓你一跳 而是他能够改变人生命 并且他今天就要改变你的生命 使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阿们 我们一同来祷告 阿们邀请刚刚每一位 在上帝面前 不论是你第一次的举手 或者你已经在上帝面前 表白过你的心意 但此刻 让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 我说一句 请大家来说一句 亲爱的耶稣 感谢你 亲爱的耶稣 感谢你 在两千年前为我降生 在两千年前为我降生 让我知道你是为我而来 你是为我而生 而你又为我而复活 让我知道 我这一生 也有黯淡的时刻 但忠耀光明 也有困苦的时刻 但忠得自由 我感谢你 因我在你的里面 你在我的里面 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若有人在基督里 建灾borough 祂就是新造的人 我要对我自己说 我要对全世界的人说 我要对全世界的人说 我要对天上的天使说 我要对上帝说 我要对上帝说 我有跟基督里 就是已過,都成了新的了,謝謝祢,讓這個聖誕節,不是只有儀式,不是只有氣氛,而是祢真正降生在我心裡。 而是祢真正降生在我心裡。 奉耶穌的名祷告。 我們為剛剛這輩子第一次做這個禱告的人,為他喝彩。